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Jerry老师 很高兴能够来到今天这个课程中 跟大家分享有关深度学习与TensorFlow的一个课程 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遇到三个主要的问题 你是否想学深度学习 但网路上很多教材却不知道如何下手 你是否想学习TensorFlow 但是网路上有非常多的程式码 你不知道从何开始 你是否遇过老板想要把题目做深度学习 但其实你不知道怎么开始 这三个问题呢 通通都可以在深度学习不求人 TensorFlow基础篇中获得解答 我目前担任Google机器学习开发专家 Google Developer 以及OpenToker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长 在过去曾经在传产以及外商公司 担任过数据科学顾问服务角色 服务的范畴包含电信业、银行业、汽车业等 在深度学习不求人TensorFlow的基础课程当中 我们将以五个学习章节 带大家一次进入深度学习的学习殿堂 第一个章节呢将使用最新的Collab工具 这个Collab工具呢不需要安装软体 直接在线上可以操作 同时我们也可以使用Google所开放的免费资源 来进行实作 在第二个章节当中 我们将跟大家分享TensorFlow 2.0最新的写法 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采用TensorFlow 2.0的一些技巧 来帮助大家学习深度学习 在第三个章节当中 我们带大家认识类神经网路的运作与原理 帮助大家奠定日后学习深度学习的基础 在第四个章节当中 我们将会带大家思考 如何将商业问题转换回工程问题 同时带大家了解类神经网路如何在一个系统架构中去运作 最后在第五个章节当中 我们会一次跟大家分享两个实作型的题目 包含素质型问题以及类别型问题 这两个问题呢都在实物上面非常的好用 一定还会有同学问说 嘿Jerry老师我不太会写程式 我可以来上这堂课吗 请不用担心 在这堂课程当中除了介绍理论 还提供你程式码 所以呢在课后你可以拿程式码 直接来做实作的动作 所以非本科系的朋友呢 也是非常容易学习的 最后邀请大家一起进入深度学习不求人的行列 谢谢与Jerry老师一同学习TensorFlow吧 谢谢与Jerry老师 谢谢与Jerry老师